大家早,我是彩喜,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早上又去跑步了 大家有没有去跑步的时候呢,就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每天都会设定大概三公里,大概跑二十分钟那么 有时候跑到二点多公里的时候呢 哇,那个上期不接下期,整个人很喘,很喘,很想放弃 那么我们有时候做事情,特别是做三次的时候 好像有时候觉得,哎呀,好像吃力不讨好 那么有时候还被人家冤枉,说你有什么目的啊,还是怎么样的 那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鼓励 在加拉台书第六章第九节 这边说到,说我们行善,不要丧志 若不灰心,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灰心 坚持到底,我们就必有收成 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